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昆明正处于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 当时地处西南异域的昆明是各个军阀派系争夺的要地 在离老街不远的北门街江南会馆里堆满了数量庞大的军火炸药 一天午后火药库突然爆炸 那次爆炸现场深深震撼了这位少年的内心 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灾难中的人们是怎样的悲痛欲绝 更感受到了一个雷若动乱中的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苦难 一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 义勇军进行请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降息 那一刻当聂尔的家人觉知消息后 久久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唱起国歌我就流泪 不知道这为什么 特别激动 我就觉得他那个 其实是替老百姓讲话的 聂尔去世了84年 可是他说过了23岁 为什么人们还要记住他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他对社会有所貢献 这样的话呢 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对社会有所贡献 人生才有意义 聂尔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他却创造了无限的价值 他的事迹将永远被中国人所铭记 zer 생辞于